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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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不太清楚有哪些化学品具体的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些持久性的化学物质 那么一旦沉积到土壤当中是非常难以被消解的 除非把这些土壤给运走进行二次处理 如果它是降解到土壤当中的话 是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被土壤降解 所以它对于当地环境潜在的影响 肯定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在敌inhas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注意点几十一大 我们只是进一颗按赞 大部分的影响 这有一个音效 اص免 整个字幕志愿者 说 是没有外面的影响